进入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罗伯特·贝恩肯和道格·赫利 在NASA太空版的夺旗游戏中获得了胜利 他们拿到了将近10年前从美国发射升空的上一批宇航员留下来的物件 他们5月30日搭乘SpaceX公司的猎鹰火箭成功发射升空 几天之前的第一次发射计划应天气原因取消 不过天气只是其中的一个安全担忧 迈克尔·汤普森中校负责的是监测5月30日发射的这类散将救援队伍 他们就好比是从飞机上跳出去拯救生命的急救医务人员 汤普森说不太听到他们的消息就是好消息 在发射之前专家还评估云层和云层之上的气象状况 发射气象官马克伯克和他的团队评估各种安全风险 事无巨细 6月3日SpaceX公司又将60颗星链卫星发射送入轨道 这些卫星将在太空成为组成覆盖全球的宽带互联网服务的一部分 美国金 阿拉巴萨迪 华盛顿报道